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这片土地上 匠心独具与创意无限的店家 正透过创新与传承 展现出苗栗多元的城市魅力与产业竞争力 当然我们苗栗现在旅游业算是重症之一 尤其国内旅游 当然我们也吸引了非常多东南亚东北亚的游客 给到苗栗来 我们统计这个人数是逐步增加 苗栗县政府为了强化苗栗优质伴手里的知名度 推动2024至2025苗栗精选活动 透过公平的征选过程 建构优质物产品牌形象 让消费者买得开心 吃得安心 借此行销苗栗旅游魅力 带动观光经济效益 是呢我们针对县内几乎是几百家的店家 来进行综合性的评选 那总共有十大好物 十大好石 十大好店 那针对三大范畴呢 我们其实又有开放民众来进行网路人气票选 在本届苗栗精选的激烈角逐中 由藻庄古艺庭园扇方 获得了年度人气好店的殊荣 这座充满古运的庭园餐厅 透过精心设计的空间与精致的料理 让每位游客都能体验到苗栗的文化底蕴 与多样的在地美食 藻庄古艺庭园扇方位于苗栗公馆 苗栗公馆是台湾唯一生产红枣的地方 所以我们餐厅的主题是以红枣为主题的餐厅 是台湾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也谢谢各位顾客对我们的捧场跟支持 这二十几年来就是因为有这些顾客的支持 能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而且让我们人气一直没有下坠 所以我们这时呢 荣获观众票选第一名 我们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我们也继续努力下去 荣获年度人气好物的卓椰小屋 童花蓝染丝棉围巾 以苗栗的童花为灵感 蓝染工艺结合丝棉材质 不仅传承了苗栗的手工技艺 也将在地文化融入史上 讲到蓝染的话 我想我们在台湾的圣地 就五百五十三下跟苗栗 我们所谓冉染在这个产业上 已经致力于二十几年了 那当然在技法上的成熟度 应该算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这次获奖的大豪博的奖项 我们其实就是结合客家的文化 加上我们在地的一个元素文化 把这两个东西做结合 当然这次的获奖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这个商品可以多引而出 再次感谢大家 年度人气好石奖 则是一新茶坊推出的 六爷酸干茶国冠 选用老丛的虎头肝 搭配高山乌龙茶 以酒蒸酒晒功法 制作出保有传统风味的茶饮 以成为当地的经典特色饮品 我们的量点就是我们的坚持品质 我们为了是跟外面的酸干茶有所区别 我们就是独创自己烙印 十二生肖像今年是农年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烙农在底下 酸干茶的旁边有打年份 一新2024 为了就是跟外面的酸干茶有所区别的 苗栗县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苗栗县观光与在地产业发展 也期待透过2024至2025苗栗精选 汇集苗栗多元产业特色 共创苗栗伴手新时代 这次所有入选苗栗精选 不管是好食好物好店 很厉害店家年度的人气大厂等等 其实都是苗栗一时直选 希望这53个店家呢 未来是可以让游客来到苗栗进行 日数又够行最好的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苗栗除了是国内的理科之外 国际的理科也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伴手礼啊 好店啊 在网路上让人家搜寻得到 这样子的话 我想游客来应该会更安心 在我们的APP里面推荐的 它就按这个方法去走 如果是自助客它很方便 如果是旅行团 那我们文官局也有专人来做接待跟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